還有禁要 恐怕是國民黨 不想讓連戰的長子連勝文 參選台北市長 柯文哲馬上就做這種聯想 所以他意思好像又讓他想到了 馬連之間的分子 覺得馬可能是不是故意要怎麼樣 然後不讓連勝文來參選 他進一步的說 如果司法被當作政治公共國家的悲哀 我要請教兩位資深媒體 先請教周宇寇好了 你覺得連家自己把他政治化去了 這個事情看得出來 好 客觀來說 說如果真的出了問題 當然連慧欣做了兩個切割 第一個他說 我們這個是我個人去投資 跟連家無關 第二個他一個很簡單的切割說 連勝文從來沒有吃過這個藥 就這麼說 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事情如果 客觀來說 的確會對連勝文來的參選 造成傷害 對不對 當然要看事件的發展 就是說從16號到現在 連慧欣 因為他是連家家族的光環之下 才有今天的他的事業的 不管是在台灣他的代言的這種多重的這種威力 或是他到大陸去 他在大陸這個電視台都報導 他是連前榮譽主席的長女等等 他的政治效應出現在對連勝文的影響 是他這幾天的說謊 因為他謊話連篇 正是今天的報紙上登的很大 而且證明到現在為止 他還沒有完全透露 那這個結果是他自己造成的 對他的弟弟的選舉的影響 那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連家家族的反應 讓人覺得十分奇特 連主席 主席夫人 連勝文都沒有任何談話 連勝文是勇於大勢大飛的 勇於做俠客的 在很關鍵的時刻 王金平他都以勇者之之 批評馬英九是大明王朝 他們自己家族發生這種事情 你怎麼不替受害的消費者講話 怎麼不來大意滅清 他們會對連慧欣也有點懷疑 不敢背書 按照很多的新聞報導 有一些媒體人說親眼看到 連慧欣把這個拿給他的爸爸吃 拿給他媽媽吃 然後連勝文還在網站上說 他吃的肚皮都已經變小了 這些都等等 新聞上都有 連勝文都是不說 還敢真也說瞎話 如果馬英九有這麼大的本事的話 他不會連把王金平砍 都砍到自己 砍到自己滿身傷 我覺得這裡面的政治問題是上一次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海巡署明明查出來 也是連慧欣的同一家公司 對不對 菁英兒 有一個叫美麗仙的藥品被檢舉 然後查出來有禁藥 為什麼送到地檢署去 竟然是不起訴處分 現在民進黨的議員跟立法委員可以查 那個時候是不是政治上面誰包庇他 我要懷疑是馬英九那個時候在競選 是不是馬政府去包庇了這個連家人 那個案子莫名其妙 這個不可以 不可以聯想嗎 你意思是說蠻種 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說是按照今天 連慧欣昨天接受訪問的那種不知所云的說法 所以我收回剛才我講的那個話 那是一種意測 連慧欣昨天的談話完全是轉移焦點 連319都把他拿出來 他爸爸他爸爸兩個子彈 他兩個子彈不是都已經寫了報告 所以是頭昏腦脹的 完全是因為自己謊話連篇 我認為其實連慧欣這個案子 我覺得情何以堪很悲哀的是 他讓我們在大陸的臉都丟光了 這是連榮譽主席的長女到大陸去搞一大堆生技業 什麼長照業什麼保健食品 那個是一個數百億的一個計畫 那是誰的光還給你的 你將來所有的台灣人 還要再去相關的事業嗎 這些難道他對得起台灣人嗎 連主席你都應該出來道歉 還躲在屁股後面 對 不過柯文哲說 如果司法被用來當政治工具 我們這個如果當然是一個意識 柯文哲是個外行 政治外行 馬英俊拿這個來卡連 有沒有可能性 這個是民進黨的軟昭熊開記者會出來 柯P 柯文哲在這個事情上講話講得太快 會影響他未來選舉 這個顯然這一次是以添加的狀況 去逮他的 這個刑法 現在要搞清楚的是說 連慧欣小姐做一個公司100% 幾乎是100%的投資者 你是不是負責任 我們一般講說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的意思是說什麼 是負責任的投資者 他昨天的表現是一個 非常不負責任的投資者 好 我們現在已經 從各位來賓的意見 知道他這事件的嚴重性 從三個事件到最後這個才是真的 確定是有害的 詐欺行為 一句名聲詐欺 好龍斌話說的這麼重 連慧欺行捲入競藥風波 就在連勝文可能參選台北市長之際 公司被查 連慧欺自己覺得很不單純 因為我弟弟的槍擊案還沒有追查 我父親那兩顆子彈也沒追查 但是我這個項目他動作卻那麼快 當然令我覺得很害怕 如果說我決定要參選 我認為這個應該只是開胃小碟吧 不能算是連錢菜都不算 所以我想等到要上煮菜的時候 我再來想辦法讓兵煮盡歡 弟弟連勝文亦有所指 尤其在連家父子紛紛挺王精品 和馬總統唱反調的敏感時刻 連家女兒正巧被徹查 眼看風暴延燒 連慧欺真的事前不知道成分嗎 連慧欺說連勝文沒吃意圖切割 但連勝文坦言曾經試吃過 倒是姐姐強調過去幾年 忙著代理孕母生寶寶 沒有插手實際經營 只是要準備生小孩的人 怎麼會服藥呢 連慧欺自爆 海巡署曾在總統大選前 上門扣押產品茶販毒 事後烏龍一場 但不了了之也沒道歉 海軍署澄清茶器不分藍綠政黨 絕對沒有政治考量 不過幾個時間點超巧合 連家自覺被政治力打壓 讓禁要風暴因此沾上敏感的政治議題 TVB的新聞最後報導 我們看這則報導 我們主要是在講說 這個連慧欺自己把它導引到政治化的方向 那突然就去扯到他弟弟身上那顆子彈 又去扯到他爸爸的兩個子彈 當然那兩個子彈沒有打到爸爸身上 而是爸爸在選總統的時候 對手陳水扁跟這個呂秀蓮身上各一顆子彈 影響他總統制度 所以自己扯了一大堆政治的話 然後後來又說了一個謊話 他說連勝文沒有吃 連勝文自己都說他吃了肚皮都消了 所以連慧欺的話實在是顛三倒四 不過我覺得裡面最特別的是連勝文的話 連勝文當然是說如果我決定要參選 這個連開胃菜都不算 他只是一個小碟 他都連錢菜都不算 只是一個開胃小碟 那麼未來如果我參選的話 我的主菜以上會讓賓煮淨歡 話講得很酸 很有玄機 我就問問周一哥好 你覺得我們現在說連勝文講這個話 如果他不準備參選 他其實也不用講這個話吧 他現在會不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參選的味道越來越重 不管他參選他並沒有針對連慧欣 有沒有投資這個菁英兒 這個相關的像什麼雲峰 還有個樂活新天地 所搞的這個是有問題的 要這件事情他沒有交代清楚 他們全家都 連慧欣都吃了五年 他們全家都吃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真正要讓賓煮淨歡的是 你連市家族在整個這一段過程裡面 用你的光環在一個生技產業裡面 所扮演的投資的角色 是真的是為一個人民嗎 還是你們有什麼樣的 奇奇怪怪一個貪婪的目標 你知道胖達人連勝文 也是有站台捧場的 連去大陸都有 他到大陸幫胖達人來站台 然後連慧欣的這個市場 是以大陸為主 武漢那一家號稱是 有40個通路5億美元的投資 換句話講連榮譽主席 他多年來被胡主席 視為聖兵貴賓的情況之下 他把女兒也帶著 親家也帶著 兒子也帶著 最後還把兒子 專門介紹給習近平 這個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要讓連市權貴家族 在兩岸之間 把他的全部的事業放到大陸嗎 你所講的主菜是這個嗎 經得起檢驗嗎 多麼的非常的不堪 到現在為止 連勝文沒有答覆 他的這個姐姐是不是賣的 這個東西裡面是有問題的 甚至於他們的謊言到此刻為止 都還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人 出來做說明 連慧欣今天的所有的光環 都是連戰帶給他的 那這件事情我不認為 除了消費者的權益之外 其他的政治效應問題 他對馬政府來講 對國民黨來講 是一大傷害 管他將來選不選市長 那是他家的事 他選市長與否跟這件事情 我不認為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事情的背後 連慧欣的這件事情是 民進黨市議員 民進黨立法委員 在後面來多次提供一些資訊 所曝露出來揭露出來 而且是新聞界鍥而不捨 所查出來的 這跟藍衣內鬥有什麼關係 剛才連王金平的回答 都是似是而非 在那裡混淆視聽 混淆視聽的緣故就是 你經不起檢驗 怎麼會連家家族 最後落到今天這個下場 你不覺得情何以堪嗎 我認為是情何以堪 你把連慧欣的專訪 看完一遍之後 你會發現不知所云 轉移焦點 這樣的人可以做這麼大的試驗嗎 我這樣說 這個嚴重程度在這裡 吃五年 他說他吃五年 不見得可以證明他無辜 可是證明他無知 自己的公司生產的東西 你不曉得有什麼成分 這個是不是說法 我們讓檢調去證明 然後告訴大家 這個國家有法律 要怎麼辦 我們完全配合 我認為這樣還可以得到大家說 起碼他們家當過 以連先生過去的講話 雖然他的政治立場我不太同意 可是他的分寸是抓得到這一點 可是他的兒女沒有這個高度 完全沒有 他講這些話其實是謊話 他是想要用政治轉移焦點說 這都是政治抹黑 想要抹掉一個科學上有的證據 這是跑不掉的 我為什麼一剛開始 我不願意評論這事情 我只想說這個事情跟胖達人 跟油事件 跟他的比較 他是最嚴重的 他這麼嚴重 他們全家人 裝一戶不知道的樣子 我很驚訝 這個事情 如果你都可以裝成很不一樣 我們稍微找一找Google一下 看一下文章 看一下這些東西 我們就了然了 這怎麼一回事知道了 也已經幫你把評價 平等都排出來了 你連假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們參政這麼久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這個事情的嚴重性 你的律師那麼多人 怎麼沒有人跟你講這個嗎 還要講那樣的話 這種事情很輕挑 很不負責任 這種不負責任態度 我認為連假以後 有任何政治的參與 大家都會拿這個來問他 你連這麼小的事情都處理他 如果真的要參選 他相信會有一段 不斷地有事情來考驗著他 相信他是在耍嘴皮 他這句話就是耍嘴皮 不過政治化另外一方向是說 我們看是誰提出來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民進黨的兩個人提出來 剛剛那個Coco Coco姐已經有講了 一個是民進黨議員阮昭雄 他最早踢爆 他說連慧欣就是執行長 而且官網上還有相關的資訊 另外一位就是民進黨委員李應援 然後他說他首先踢爆說 他的總裁這樣的身分 事實上他就以總裁身分 到大陸去跟人家簽約的 所以到今天都還沒結束 還會有再有發展 他就說他用總裁身分 去跟他簽約 好了